小雪台风重创恒春好几间学校毁损严重 尤其是在满洲乡内 台风带来的狂风把大礼堂的屋顶吹先了一大片 一早的雨又下不停 屋顶的水整个灌进来 楼梯成了小瀑布 水哗啦啦的往下流 让礼堂里都积水了 原本安置撤离居民的礼堂 因为屋顶破又积水 赶紧又让他们离开 不止国中还有国小 树木横倒一片也由于雨还在下 校园里大面积积水 国军弟兄一个个踩在水里 帮忙移除断掉的树木 同样的惨况也在满洲国小 校园里也是一片凌乱 满地的断树跟落叶 地面上也都是水 来协助清理的官兵 才一下下时间 鞋子里也积水了 诸人满洲几间学校很惨 还有恒春的大平国小 用水泥加固的货柜囚具屋 整座已经连钢筋水泥都被拉起来 看到监视器画面当下的风墙宇宙 让货柜屋开始摇摇晃晃 接着就被连根拔起 这么重的货柜屋都可以这样 等于是连根拔起 这次的小选台风 让恒春半岛集结学校惨兮兮 风灾后国军也特别动员 来协助清理 上午虽然停课 校长老师们仍旧冒着风雨来打扫 希望快动作的复原 廉价后让学生们能够正常上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